白色轎车高速行驶在内侧车道 没想到下一秒就撞上一辆机车 骑士当场被撞飞在地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过去 小客车直接撞到机车 骑士在空中飞了一拳半后 安全帽当场喷飞 头部先重摔在地之后 背部着地立刻陷入昏迷 而轎车一度停得下来 可是当老翁落地后 驾驶竟然又向前滑行 将老翁的右手给撵过 去老人家都是去老人家 聚会手去泡泡茶 就是帮我回家就这样而已 这期死亡车祸 发生在新竹市的香山区 轿车驾驶表示 因为当时不只是弯道 再加上路数太高 而且车速也不慢 所以根本就没有看到有机车经过 因此91岁的张姓老翁 几乎就在家门口被撞飞身亡 因为我找到哪个东西 那我回头看听到 那我回头的时候 我是听到才不回头 然后就已经抽不到 因为事件不加 再加上车速过快 造成老人家当场丧命 死者家属也希望 相关单位能定期修剪路数 不要让小型车有视线死角 也提醒用路人 过弯车速要放慢 才不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记者和孟先罗湘 新竹报道